前政府被揭露涉嫌挪用6000亿令吉资金 安华表明有足够的证据后 财政部刚巧就在昨天下午发生火灾 财政部证实 财政部废物储藏室昨日发生小火 所幸没有蔓延到财政部大楼的其他区域 部城消整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当局于昨天下午2034分收到投报 只上述地点起火后 消防员约6分钟后到达现场展开灭火行动 并于下午3039分将火势扑灭 部城景区主任阿斯马迪助理总监 向光芒日报指出 根据消整局的初步调查 起火原因相信是工人维修时产生的火花 溅到废纸上 引发火灾 无论如何 当局仍在调查起火的真正原因 没有人在事件中伤亡 至于损失仍在估算中 由于反贪会已经证实 开档调查前朝政府涉嫌挪用 6000亿令吉资金课题 加上多年以来 未曾听见财政部会发生火患 而这次的火灾事故又来得如此凑巧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是否有人蓄意破坏证据 以试图阻止案件揭发的嫌疑 网友留言说 华哥今天刚进入财政部 哪里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会发生 有人担心文件 被大家看见 所有他们先下手为强 深有史 不打自招 证据确凿都在安华首相手里了 谁还傻傻放在哪里吗 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战巴基 接受马兴社询问时 仅简短回应说 是的 反贪会已开档调查此刻提 6000亿令吉资金 此外 针对乌统革底里区部主席 安努亚穆沙发表 有关慕尤丁在2020年 沙巴州选举期间 向乌统提供数千万令吉 以帮助该党的指控 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反贪会也将就上述指控展开调查 并将传召慕尤丁 及安努亚穆沙问话 前环境部长 拿督斯里端伊布拉辛强调 许多紧急项目必须立即启动 以避免更大的灾难和损失 因此被迫进行直接谈判 或选择招标并不违法 他针对安华指示 终止前朝政府批准的150亿令吉的防洪预算 以示发文告指出 首相知道很多紧急工程项目必须立即启动 尤其是涉及自然灾害时 例如洪水溃坝和土崩等 因此不得已进行直接谈判或专门招标 以避免更大的灾难和损失 作为财政部长 我相信他明白就防洪项目立即 直接谈判的必要性 并不是一项错误的采购 他说 所有财务程序的监管过程 都必须严格遵守 财政部发出的规定与指南 身为首相 他不应该认为 所有通过直接谈判招标的项目都是不正常 或让人有机可乘 他也强调 直接谈判或特选标书方式 必须符合所规定的财务程序 律师认为 虽然副首相 拿督斯里阿末扎西被控挪用思维基金会案件 已审理余三年 他仍然可以要求总检察长审查 并撤销47项失信贪污和洗黑钱控状 大马律师工会前主席沙林巴西尔表示 由于我国法律并没有严禁被告人 反复致函给总检察长 要求撤销暂停和减少指控条款 因此 被告能够再次向总检察长提交撤控申请 过去 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审判已经到了后期 总检察长接纳被告人的供述 他在接受今日自由大马采访时指出 阿末扎西可以继续上诉 霍高等法高庭法官柯林 命令阿末扎西出庭时提出行政上诉 报道指 阿末扎西的代表律师 已致函至少四次与总检察长 以检讨其控状为迄今都未能成功 沙林也说 除了联邦宪法 刑事诉讼法也赋予总检察长对所有刑事案件 进行起诉和审讯的控制和指导权 总检察长能够接纳撤销控状的陈情 不过 他必须谨慎行事 且必须准备好理由 不过 另一名律师拉姆认为 也是巫统主席的阿末扎西有另一个可行的选项 那就是阿末扎西继续出庭自变 并且获得法官做出的无罪裁决 他只需要在自变环节中 质疑控方的证据 便能获得释放 即便案件到了最终阶段 控方仍需要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 议长人选即将揭晓 前公正党双西大年国会议员拿督左哈里证实 他已被提名为国会下议院议长人选 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 西蒙各政党已成上述个议长人选 据我所知 我的名字是其中之一 或许拉 另外 报导引述消息指 两名副议长人选将分别来自行动党和国阵 报导说 来自武统的金马伦高原国会议员 南利廖会继续担任副议长 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 离开交通部33个月 对他而言是人生的教训 让他变得更成熟及更有耐性 面对任何考验和挑战 他说 在33个月期间 尽管从交掌变成反对党议员 为他仍专注于旅行职务 在国会下议院针对交通部课题发言 他在部门履行致辞时说 他和交通部前部长拿督斯里 为家祥博士的关系没有问题 两人偶尔会通电话 在国会相遇也会如朋友般聊天 陆兆福于2020年3月卸下交掌职位 过后我国爆发冠病疫情 交通部的官员也面对巨大变化 一些官员开始混合办公模式 他说 第15届全国大选后 我国的政治也处于新常态 新政府由不同政党与联盟所组成 这是我国独立以来不曾有过的情况 我昨天在内阁特别会议上说 人民不曾想过 巫统主席与行动党秘书长 在内阁并肩而坐 在政治上 或许很多人觉得不寻常 但这就是现实 我们必须合作 此外 陆兆福说 我国将在明年迎来许多挑战 尤其在经济领域 这也给了新政府新的空间 寻找方法应对挑战